來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甲帶有三紅四白兩個籃球 底帶有五紅三白四籃 底帶有二紅四白三個籃球 他說球三代當中任選一代好不好 他幫你把任選一代畫起來 再從每個袋子當中任選一球 把任選一球畫起來 問你這個袋子為藍色的機率怎麼算 欸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題是直接抓球嗎 不是 他是先選什麼 先選袋子 對不對喔 從三代當中先任選一代嘛 所以說我可能選到甲帶 或者選到一代 選到丙帶 行不行 所以說先選袋子才是怎樣 抓球嘛 所以說選到甲帶機率是幾 三分之一 我們再抓球 甲帶總共幾顆球 九顆球 抓一顆我要什麼色 藍色 所以甲帶為藍色的機率多少 九分之二 或是選到一代自己三分之一再抓球 一代全部幾顆球 幾顆球 十二顆球 我要 藍色 指出來了 再選到丙帶自己三分之一 在丙帶當中再選一球 告訴我丙帶全部幾顆球 九顆球 我要 染色 對吧 這時候麻煩你一件事情 把全部把它盛開 把它加起來 答案就出來了 好不好 OK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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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